明明有睡飽 卻被說眼睛看起來很無神 左右眼更有明顯一大一小的區別 這是後天性眼瞼下垂強健的症狀表現 輕度患者眼睛張開時 會覆蓋到角膜大約2到3毫米 眼皮下垂顧名思義就是它的上眼皮 在張開的時候沒有辦法維持一個高度 最主要就是它可能眼睛是好的 可是眼皮張不開 那這個會很嚴重影響它的功能 那輕微的話就是 它會別人看起來就是一副無精打采的樣子 那外觀上就會有大硝煙 後天性眼瞼下垂原因有神經性病變 剪肌無力 外傷或老化 以及水腫發炎共四大類 依據不同類型服藥或進行手術治療 眼皮它的提眼瞼肌是由動眼神經 還有交感神經來控制 所以只要影響到動眼神經或者是交感神經 不管是中風 糖尿病 或者是病毒感染 或者是外傷腫瘤 都有可能會因為神經性而造成眼皮下垂 眼睛是靈魂之瘡 不及早治療不但影響外觀 更有可能會對視力造成傷害 醫師建議平時預防方法 要注意心血管的保養 並盡量避免揉眼睛 減緩眼瞼附近肌肉群老化的速度 大愛新聞黃一傑 徐英豪 台北報導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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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